檢查囉,我們超過腳尖 每天晚上都可以在運動場上看到 有許多民眾賣力的運動來維持體態 請問你們有嘗試過減肥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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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從年輕日減到現在 不管是什麼年齡的人都非常重視自己的身材 大部分的民眾都會透過節食、斷食等控制飲食的方式來減肥 斷食的方法有很多種 其中最多人嘗試的就是七日斷食法跟168斷食 七日斷食法又叫做水斷食 意思就是在連續斷食的期限中只喝水 168斷食法則是16個小時不吃任何東西 其中在剩下的8小時內進食 我是真的完全沒吃飯 然後我中間可以喝綠茶跟黑咖啡 就常常會忘記自己就是沒有吃飯會顯得很低嘛 所以我那時候有時候可能躺在床上 突然站起來想要去廁所就會頭很暈 然後會直接暈到直接躺回床上 21歲的許同學 嘗試了七日斷食法跟168斷食 總共瘦了將近20公斤 雖然過程中會感到不適 但只要看到體重計上的數字減少 就會想要堅持下去 七日斷食可以在短時間內讓體重快速減少 但真的所有人都適合嗎 減重需要循序漸進的 而不是一下子把自己原本的飲食方式完全改變 這樣自然不容易長久 反而陷入減肥負胖的無限循環症 醫養師建議應該要衡量自己的身體狀況 再去嘗試斷食 或是以運動均衡飲食來達到減肥效果 才是長久之計 記者陳允妮、楊雅筑、蔡新沛採訪報導